好来看到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张美惠证件说明会瑞税厂 针对瑞税乡拥有的温泉资源和农业特色 他认为应该要能有完整性的规划 让瑞税温泉区成为亚洲区国际级的指标性温泉特区 让瑞税的产业能够有突破性的发展 瑞税拥有丰富的温泉资源 最近几年又有大型的观光饭店进驻 立委参选人张美惠认为 应该具体打造瑞税厂的温泉观光和农业特色 让瑞税厂可以晋升成为国际级的观光城市 瑞税有这样的一个优质的天然的条件 美惠认为应该是要好好的来整体的规划 但是在这个温泉区特定区的这件工作的推动上 其实我们看不到很具体明显的一个成效 就是政府有协助什么地方政府做了什么 那其实都是让民间的业者 他们其实在奋斗在拼斗 所以美惠在如果担任立法委员进到国会 就是在花莲的瑞税的产业 特别是温泉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协助 能够要打响 希望是国际之名 亚洲之名 台湾之名的温泉区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产业对于地方的发展的命脉 对于创造就业机会 还有生活生计的提升都至关紧要 环环相扣 那这个也是美惠要努力的 当然农产的部分 我们的农业的产销 那怎么样的均衡不要失衡 像文旦佑在瑞税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产业 但是在这些年来 我们看到农民也是非常的辛苦 这件事情还是需要中央单位 跟地方单位携手来解决 张美惠参选花莲区立委提出了 三大亮点六大面向 共28条证件 包括了交通观光 社福医疗 农业产销 教育文化 经济产业和内政族群等 张美惠强调 这些证件都是他多年来 倾听花莲乡亲需求 也征询过学者专家的意见 审慎评估规划 而且都是可行性的政策方向 希望可以让选民了解与认同 借旅会追相报道